打它这边 进这个洞 看到没 你们信不信 我能在这张桌子上打桌球 这么小的桌球 你见过吗 单手就可以举起来 这台球桌 这个杆 这个球 像模像样的 这就是它的台球杆啊 感受一下 有那种感觉了 一共配了两根 这过年在家来一局 还不美滴滴 这个应该是桌腿 下面还有几只 我们给它组装一下 每个带口还配了一个拖球的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白球放这 15个花球放这里 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黑巴放到中间 再这样推一下 对吧 那我准备开球了 以我的技术 第一杆肯定要进的 你看吧 进了 这种情况我们叫洗澡 不知道你们怎么叫 洗澡之后就可以随便摆啊 这杆子真是 用起来好麻烦 用这头 嘿 大家说这个6号也没可能打进去 嘿 啊 我这为什么打不好了 原来是缺少那个 枪粉 你懂我的意思吧 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大力出奇迹 哎 我可能是没掌握诀窍 我再来试一下啊 这个小头真的是没法用兄弟们 你看 这个还好一点 7号 这次一定能打进啊 兄弟们 刚才绝对不是我的真实水平 我再来一次 你看吧 这样才对 靠这样 打一个反弹球 搞错了 再来 因为这个球在上面的摩擦力很大 所以有几次误差 大家能理解吧 我发现它配了两个这样的东西 那么有没有可能 它是一只杆子用来架着 另外一只杆子来打的 是这样的吧 感觉很有可能 这样感觉就好插着多了 你看 所以并不是我技术不行 而是开始用出了方法对吧 轻轻松松 就有个13号我看一下 打它这边 进这个洞 看到没 它这样用手 也不是不能打 就是很难受 不过习惯了之后 感觉也还好 总体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一款玩具 我这个是基础版 比较简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买质量好一点的